在日本北九州进行的体操式锦赛今天结束了女子资格赛的争夺 中国选手罗蕊在资格赛单项比赛中高居平衡目守卫 并在高低杠项目中位列第三晋级决赛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韦小元以全能第七名的成绩晋级决赛 他还在高低杠项目中名列第二顺利晋级单项决赛 跳马和自由操项目决赛没有中国选手晋级 男子资格赛今天也全面打响 截至到前两组比赛结束 张伯恒暂列男子全能第一 此外他还在双杠上暂列投名 而在安马 调环 单杠三个单项上 中国选手也暂居第一位